What's up dog 继续聊乐队的相片 第三季 第二季 这次我比较喜欢第二季 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主唱 这里有很多不错的主唱 特别好的 就是这个麻原诗人 唱得非常好 真假声的运用 非常好 如果我选主唱的话 它是No.1 还有就是这个 哪个不错 还有这个九连真人 是唱粤语歌是怎么样 它的伞音有点像罗文 还有一个 还像另外一个歌手 跟李宗盛合作过 那人叫做卢冠婷 有点像他的嗓音 像他的嗓音 而且他的嗓音和他的音乐 最后他加上这些小号 结合的非常不错 挺符合他的音乐 还有 就是谁 回春单 回春单 按照也算不错 主唱也不错 比第一期 比第一期要好多 第一期 就是这个 我比较失望 嗓子好 干好那种 其实 如果说按照他的评论标准说 哪个乐队演出更出色来说 现场 无所谓 但是我们这些人 从视频上看出来 他加工过来之后 我们就比较注意主唱 记住了 有一个规律 不变的规律 玩流行音乐 这种东西 主唱 非常重要 你的音乐做得再好 你主唱不行 就是拉分项 拉分项 你的音乐差一点 你主唱非常好 是加分项 实际上是加分项 所以说 一个主唱 因为主唱是他的表现的音乐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是他的亮相 就是主唱 对吧 在前面 是前台 对吧 在前面 不管他是不是创作的主体 但是他是表演的 他是表演的 表演的 他是主体 所以说 这个是第一位的 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说 你没有一个好主唱 你就差了一点 但是 按照现场演出来说 咱说 我说我现场的渲染力 感染力 你说我玩的猴 也无所谓 其实你看很多的 尤其现在 以前还好得多 现在这些歌星 都是录音室出来的 能唱现场的 太少了 好像在现场太少了 你看就是以前的这些 就算中国大陆的 以前的这些 以前的这些歌星 我们所谓的歌星 唱 翻唱港台歌曲的歌星 都比现在的这些 这些乐队的 大多数人唱得好 因为 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 一个散音好 一个专业训练 都有彩音这种东西 在里面 在里面 这也不可否认 在唱歌的方面 但是现场演出 现场演出 你就是大牌的歌星 像是什么 米高集训一类的 什么本周伟一类的 Paul McCartney 他在有唱破音的时候 这就是现场演出的魅力所在 有人喜欢看现场演出的热闹 像我 我就喜欢看现场演出 不是出丑 我就说 这是一个 像跑马卡士 唱 我又唱破嗓了 唱走音了 嗓子没出声音 看是您不好 你一个笑话就带过去 这现场演出的 其实算一个不错的东西 一个 一个 比较快乐点 一个快乐点在里面 大家也不会计较 现场演出 因为都知道 你唱 一场演出 演唱会唱过来 你唱个 几十首歌 就比较累的 所以说 现场的感受 是第一位 但是 回不来 还是说 这种选秀节目 它的放出来 都是加工过的 我们看并不是现场演出 所以说 对我们这些观众来讲 我们 还是 希望 主音歌手 要出色一些 总体来说 给我的 感觉到现在 这两期看过来 我觉得 女将 占了上风 这个 是哪个 回春丹的 有个半唱的女的 不错 这叫刘马 对吧 他不错 还有 还有两个乐队 也是女生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就是说 很短 就出来 那两个女生 都非常不错 那两个女生 都非常不错 所以说 我就发现 老爷们 你就找不出来 一个好点的主唱 你就找不出来 一个好点的主唱 我所期待的 是什么 我是喜欢摇滚乐的 你如果玩 Punk 也就无所谓了 好养嗓子 你要真玩 杨武乐 我喜欢那种杨武乐 咱来一个 来一个 漂亮点的 来一个 出色的男主音歌手 这个 是我希望看到 现在这些乐队都出来了 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现在 最好 觉得唱得非常不错 就是这个 麻原诗